歡迎收看 周一到周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霈 趕快來介紹今天要PK明星親子料理的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這位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菜 他在他外景是主持的嚇嚇叫 來歡迎外景小王子楊子怡 來歡迎外景小王子楊子怡 嗨 大家好 預備 瑋哥 老師好 接著下來這位可是老饕了 來歡迎重機帥哥 瑋琳哥 美女主神好 大家好 接下來在營養健康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吳穎榮博士 哈囉 大家好 子怡到底會不會做菜 其實基本上我們會做菜的男人 很多人會講說是心好男人對不對 對啊 沒錯 我們就是孤家寡人 對 就是在家裡一個人 然後自己做自己吃這樣 我們是有收入的那個流浪漢 對 有收入的流浪漢 可是問題是比外景 因為外景的時候通常都要自己做 像我們去非洲什麼的 對 你真的我跟你講 你看得到的食物就是什麼 山腔 穿山甲 猴子 老鼠 蛇 所以基本上 你不太可能會去吃當地的食物 你不太可能用那個來做料理吧 我們當然不會 我們就會去到傳統市場 然後或者說 如果那個地方 就是三生有幸 能看到一間超市的話 但是通常都是看不到 因為那個地方 真的是未開化這樣 原始嗎 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都會走那種 比較素菜的路線 就不會有什麼豬肌牛羊這些東西 對 可是我會買蔬菜來自己做 可是因為子儀沒有小孩 對 我們的節目就是要做給小孩吃 但是小孩是我們的評審 你會哄小孩嗎 我超愛小孩 你很愛小孩 那怎麼不結婚生小孩嘛 沒有玩人家的就好了 你們怎麼搞得有點像在相親的感覺 對 很可怕 你們要不要就結了算 相親結婺 對啊 兩個講的 沒有 我 你說他們兩個結婚 對啊 不是因為 因為我 其實我的年齡層 我的很多身邊的朋友都已經 都結婚了 對 要不然就是剛生 然後包含我自己經紀人也都 小孩都三歲了 那其實我對付小孩就是 我很喜歡用料理來對付他們 小朋友會買單嗎 會 用料理對付他們 拿胡蘿蔔炸他們 炸他們 對 那叫食材對付他們 我是做好了 我做好整盤的炸臉 所以你是喜歡小孩 我喜歡小孩 也喜歡哄小孩 因為你自己生的話 你還要照顧 還要教很麻煩 對 你不如玩人家這樣 對 玩別人 不用負責任 真的不用負責任 而且哭了就送給你爸媽 哭了回去回去 找爸爸媽媽媽這樣 真的真的 玩一玩就好 不過維銘哥小孩現在很大了 我小孩都大學畢業了 對啊 現在都當導演去了吧 沒有…學導演 現在還在往這個路線發展 對 那你自己平常做菜嗎 我們 我們只是有收入的流浪漢 你一個人在家孤家寡人的 我們做菜怎麼辦 我是台北市登記有岸 這個獨居老人的 兩萬零七千物之一 我剛剛以為你要說 登記有岸有毒品錢 沒有 獨居老人 獨居老人 你一定要自己會做 而且我們是這種 眷村小孩出來的 沒有人不會做菜 也對 我一直在這個年紀的 就是像這樣的男生 很多很會做菜 只是他們不會給大家知道 對啊 你為什麼 你資料上寫說 你非常會做牛肉的料理 你今天怎麼沒有端幾鍋 來給我們先品嘗一下 沒圖沒真相 我們今天是來上節目 還是來串門 帶牛肉來 不是啊 因為我心想說 你上面有寫說 你很會做牛肉料理 對 因為我很喜歡西式的東西 然後我特別愛一道料理 叫做紅酒燴牛肉 好吃 聽起來好好吃 因為我有一次去奧地利比賽 就坐了 已經坐了三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到了奧地利步兵學校 他們晚餐 就只有那個紅酒牛肉 然後那個麵包你知道 三個吃 對 我覺得好棒 這東西好棒 你就覺得它既是濃湯 然後它營養價值又夠 然後要當正餐又很簡單 做又很好做 那你有不吃的東西嗎 香菜 誰發明 你跟台哥一樣對不對 吃香菜 吃大便算了吃香菜 吃什麼香菜 吃它很好吃 台哥也是 我們今天剛好就是香菜料理 沒有辦法 香菜我沒有辦法 你煮都沒辦法煮 你不覺得蚵仔麵刷 我如果要當總統的話 誰種香菜 關起來我告訴你 不是 重點是蚵仔麵刷 上面一定要加香菜 還有豬血糕 沒有… 豬血糕上面一定要灑滿滿的香菜 我告訴你 我年紀比你們都大 豬血糕跟蚵仔麵刷 本來是沒有香菜 真的嗎 誰說的 NO 那很多人生下來他們就有香菜了 NO 沒有香菜 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慢慢開始加香菜 我的印象裡面 大概就是大陸開放這20年 然後麻辣火鍋開始進來以後 香菜被大量的使用 台灣人以前的料理 因為香菜 你要想 什麼料裡面最容易有香菜 就是主食材的腥味很重 然後羊肉 羊肉一定要有香菜 對 可是我們台灣料理 多數是海鮮 米 綠豆 加什麼香菜 抓起來槍斃 我告訴你 哪有那麼誇張 樂界 吃香菜的人通通關起來樂界 前面還很冷靜 突然講到香菜 爆炸 整個爆炸 不是太噁心了 肉丸商業如果沒有加香菜 那個肉丸能吃嗎 肉丸為什麼要加香菜 肉丸是很臭的 肉丸就是要加香菜 沒有 我跟你講 不能亂加 台灣現在很重要 亂加 覺得這個東西 反正加這個好像有點特色 就亂加 沒有特色 不是有點特色 而且我們每次吃東西 老闆麻煩不要加香菜 他都會給你加 老闆上來還給你加香菜 我說老闆不是 不要加香菜 香菜很貴 香菜很貴 我告訴你不要加 你還給我加 你還告訴我 香菜很貴 抓起來槍斃 冷靜 冷靜 我們今天本來第一集是開 就是這一集是要開香菜料理 文明哥就罵了一連串的髒話之後 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改別的 所以我們有跟大愷講了 我們跟大愷講說去市場 千萬不要找香菜料理 不行 香菜我是天生聞到就噁心 我不是對他有任何排斥 你就是排斥 你就是排斥 我是天生聞到 就我們就 天生排斥他 天生就噁心 有些人就是不吃香菜 文明哥 邰哥 但是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美食特派員 大愷 他今天在市場裡面 幫我們找到什麼特選食材 開飯囉 大愷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市東市場 帥哥老闆又見面了 厲害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四季豆 四季豆大家都叫蜜豆子嘛 對不對 是 那四季豆到底要怎麼樣 挑選好的四季豆 漂亮的 這個真的沒話講了吧 對 對不對 尤其這個是有機的 能夠栽蔥成這樣子的 甚至非常的難得 不簡單 農民非常的細心 有機有認證的對不對 是的 沒錯 厲害囉 那一般民眾要去菜市場 傳統市場挑四季豆的話 有沒有什麼重要的 有幾個步驟 對 那一般看四季豆的話 當然如果你可以看到這個 飽滿 你看到豆很飽滿 摸起來它的硬度夠 然後有彈性它不會軟嫩 那你說如果要挑很直 實際上一般的 你挑直一點是OK的 但是有機的 不見得一定會那麼直 對 但是你看它飽滿完整 這樣子就很不錯 而且翠綠新鮮 對 這種的口感都會非常好 非常的脆 而且我剛剛看你在撕這個 對 通常我們在料理前 會先把這個稍微 它有這個絲稍微剁一下 對… 會要影響口感嘛 對 所以說到時候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那它不會有一絲一絲的 老闆那很好奇請問一下 像這樣子豆夾飽滿的四季豆 我們買回家以後 大概可以放多久 其實一般大概三天左右是OK的 那也是一樣保濕乾燥 對 如果說你買回去呢 你覺得帶點濕 你可以把它先晾乾一下 晾乾 之後再包起來放到冰箱 那這樣子保存時間可以比較久 所以裡面盡量存放的空間裡面 不要有過多的水氣 對 不要有濕氣 因為放濕氣的話 就變成說過多的水風會造成這個 口感比較軟爛 是這樣子嗎 其實你如果水包起來 就是如果刷袋包起來 它裡面有水的話 它比較容易爛 對 比較容易軟爛 尤其你跟刷袋黏在一起的時候 有濕氣的話 它會比較軟了解 老闆那可不可以幫觀眾朋友 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有我們的這個料理初學者 就是像我們在撕這個豆絲的時候 要怎麼撕 哪一個方向撕會比較好 因為我發現這個有機的好像 撕起來沒有很長耶 對不對 因為它比較嫩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條 有一條那個紋路 這個就是它會比較 稍微比較硬的地方 那我們就前面呢 先摘掉一截 然後順著這個絲呢 稍微往下剝 只要剝得下來的 就是比較老的 那通常比較嫩的呢 實際上你試不了多少的 其實你們的這個很嫩耶 真的是非常的嫩 那你通常呢 還有就是挑選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選的長度呢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拿的 這個長度呢 是大家正好成熟的時候 對 那如果說你太短呢 可能它是長的時間還不夠 那如果太長呢 它可能已經過老 所以大概的長度呢 大概就是這樣15公分 10公分左右 15公分 對 而且你這邊的長得 算是挺一致的喔 對不對 對 這一家非常 農民非常用心 所以它種出來的東西呢 非常的漂亮 品質非常好 對 品質非常好 所以你看 嫩到幾乎沒有濕 幾乎濕不下來什麼東西 太棒了 好 那至於呢 我們現在已經教大家 怎麼樣挑選好的四季豆了 四季豆要怎麼煮會好吃呢 交換給胖內主播一佩 好 我們今天大愷的介紹之下 今天的特選食材是 四季豆 不是 香菜我已經過分翻臉 我們已經改了 沒辦法錄 改成四季豆 你知道華人其實很愛吃 有一些豆類 對 聽說什麼四季豆 豌豆 甜豆 什麼毛豆 是因為便宜嗎 便宜 豆類是因為便宜嗎 是因為 你們都不當家買菜對不對 拜託 我煮料理好不好 我告訴你 台風天 或是前一陣子 這個囤積物價 根基葉菜類最便宜 對 所以但是豆類很便宜 而且豆類平常擺在市場 看起來都好乾淨有沒有 四季豆 豌豆那些 看起來都是翠綠乾淨 但是要小心喔 豆類其實農藥殘留很高 有時候還比葉菜類還要高喔 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熱炒店點上一盤四季豆 民眾一口接一口 消息會針對曾有農藥殘留的 豆菜類和甜椒進行抽檢 發現高達九成的薑豆 有大量農藥殘留 其他像是四季豆和豌豆 也有五成以上超標 消費者在選購這個蔬菜的時候 大家也都想要好看嘛 要漂亮嘛 不要坑坑八八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農民投機所好 他就會使用比較多的農藥 因為抗藥性問題 豆菜類農藥越用越多 尤其薑豆和甜椒 殘留農藥就含有八種以上 四季豆和豌豆 也有七種農藥殘留 依照計算 體重六十公斤的成年人 每天只要吃進一百五十公克 攝取農藥量就會超標 尤其高達八種的時候 代謝基本上就增加 我們自己肝臟上面的負擔 部分傳統市場和超商量販店 包括松青 家樂福 大潤發 都出現農藥超標的動類 且大多集中在中永和地區 商家表示會將不合格的豆類下架 行政院消保署指出 交對農藥超標的產品業者開罰 提起消費者要加強清洗的時間和次數 保障飲食安全 這新聞紅手人 我是軍台北城 這新聞也太嚇人了吧 一種豆類可以飲驗出八種農藥 這豆有多難奏嗎 對啊 這應該被列為毒品吧 對啊 怎麼可以加到八種農藥這麼多 可是我們都覺得 豆類看起來就是 清清爽爽乾乾淨淨的 可是因為它甜 所以基本上它會遭很多的蟲 所以他們必須要弄很多農藥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 特選食材是四季豆 還是提醒大家 在吃豆類的時候要清洗久一點 那個流水至少要讓它沖到 10到15分鐘 但是今天四季豆到底有沒有什麼 就是特殊的營養成分 大家都要講豆 這個四季豆其實 四季豆其實是蔬菜 跟黃豆那些不一樣 它不是澱粉蛋白質 它不是蛋白質 它是蔬菜類 所以它的 那妳誤會它了 對… 它豌豆也是蔬菜 那為什麼它叫豆呢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豆 從生下來就叫土豆 我們是不是要到原委會 去登記也要改名證明 那你說還有什麼豆 什麼土豆對不對 土豆是屬於堅果類 然後紅豆是屬於顴骨根莖類 你說花生的那種土豆 紅豆是顴骨根莖類 紅豆是顴骨根莖類 不是 那黃豆是豆類的吧 黃豆是蛋白質類 對 所以四季豆是蔬菜類 那妳可以告訴我什麼是豆類 對啊 什麼是豆類 豆類就是 後面有豆的就叫做豆類 四季豆後面有豆 四季豆妳的豆不是豆 沒有 四季豆它不是蛋白質類 應該這樣講 所以它豆本身沒有蛋白質嗎 有 一點點 一點點 跟黃豆比起來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它是 它的一個熱量是低的 OK 熱量是低的 所以要減肥的人 其實很適合吃四季豆 為什麼 它還有一個維生素B1特別高 是 維生素B1這個東西 它會讓我們的熱量可以消耗掉 可以幫助我們脂肪代謝 對 所以 所以B1多的話 除了就是說 它可以幫助我們代謝以外 還有水腫的人也可以吃 水腫 水腫 有喝咖啡嗎 對 就是有的人 因為缺乏B1 有人很愛喝茶 是 然後B1會缺乏 腳就會腫起來 對 喝茶會流失B1 有 喝菜喝太兇 我剛在東區還看到一個女兒 穿那個裙子好漂亮 腿好粗 但上面很漂亮 所以她很愛喝茶 愛喝茶 妳怎麼知道 妳跟蹤她 我就是說體身 判斷 有沒有 主持人家愛喝茶 推特 所以就是它是 它跟別的蔬菜比起來 它是B1高的 B1高 所以它是幫助減肥 或是有一些水腫可以吃 另外它有個Beta 麥胚固醇這個東西很神奇 怎麼沒聽過 太長了吧 第一次聽到 Beta麥胚固醇 對 你那個胚字不要特別加重音 麥胚固醇 它其實在腸道 就會把我們的膽固醇 把它抓住 然後就不會讓我們身體 吸收太多的膽固醇 所以你膽固醇高的人 你可以多吃4G的 了解 可是我有聽過坊間有一種說法 說4G都不能深深的吃對不對 對 不行 因為它裡面 其實所有的豆類 包括我剛剛講的什麼豆 土豆不算 就是 豌豆 豌豆或黃豆 你只要煮起來 其他會有點起泡 對 就是裡面有一種東西叫做造素 造素 對 造素如果生吃的話 它會破壞我們紅雪球 對 可是如果說你煮過的話 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像在煮黃豆也要把它煮熟 4G豆也是 可是我們去很多東奈亞國家 他們那種 煮那種小的那種麵有沒有 對 然後都會放生菜 然後放那個生的4G豆在旁邊 然後我都不知道 吃4G豆 切斜斜 對 要切斜斜 然後你直接丟進去 或是它切小段小段的 其實一點點還好 如果你大輛車是不行的 所以它是吃了會怎麼樣 但是紅雪球會破壞紅雪球的完整 對 就死了 所以要建議大家豆類 不會到死 不會 吃很多的話可能會 會 會 有沒有 吃很多 很多 你沒有辦法代養 對啊 而且你沒有辦法很多排養 你不要嚇大家 你那時候給你加個幾片的話 是不會死 所以要建議大家 豆類都一定要煮熟 對 今天我們的特選食材 就是世紀豆 那兩位要帶來什麼樣的料理應戰 來PK呢 我要帶的是 豆豆先生 其實我的沒有很厲害 真的 我原本以為我自己很厲害 結果看到我已經看了 這個也好厲害 我這才叫厲害好不好 這個 瓜朵豬肉卷 好不好 這厲害了吧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好喜歡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子儀 你那個豆豆先生 四弟都是擺在 把它夾在 你用吐司是不是 對 在裡面 對 我是用吐司 我就用吐司鋪底 然後再加一層蛋 再鋪下去 而且我用的是 就是那種美式的那種 那種brunch的那種 就好像那種飯是吐司那感覺 冷淡 然後上面在 因為我會用那個蘑菇 因為小朋友喜歡吃 蘑菇好棒 然後四季豆 然後番茄 好棒 好像吃 還玉米 還玉米 好甜 我就用奶油下去炒 奶油不得了 奶油小朋友是香的 奶油加玉米 小朋友就很喜歡 對啊 聞到味道就不得了 對 那維銘哥 你把人家講得這麼好 你自己端出什麼料理 我在無敵 小朋友看到就哭了 愛國心是不是 覺得太美 這捨不得吃 小朋友會把玩很久 然後才吃進去 把玩很久 對 把玩很久 就覺得開心 又覺得很漂亮 吃進去以後又哭了 太好吃了 真的假 花朵豬肉卷 梅花他不知道什麼歌 感動 小朋友不曉這首歌 對 花朵豬肉卷 小朋友沒聽過梅花這首歌 沒關係 不要他管梅花 只要他管這個樣子 好不好看 好看 好不好吃 好吃 感人落淚的一道料理 好 所以你中間還偷偷給他 塞了個紅蘿蔔進去 不是 就是要好看 對 要搭配 你知不知道小朋友 最討厭紅蘿蔔了 我知道 但是這個紅蘿蔔跟這個四季豆 其實都是小朋友討厭的東西 但是小朋友 我已經把四季豆跟紅蘿蔔 混著豬肉 它的味道吃起來是甜甜的 像果凍喔 像果凍 等一下我先來吃沒有像果凍 沒有嘛 不是 紅小 紅小孩是不是 那你紅小孩就說 好不好 我跟你講 這吃得跟大便一樣 算你不要吃 紅小孩就是一定要讓小孩開吃 像果凍 紅小孩不能騙他們 對 不能騙他們 紅小孩蒟蒻 我們現在小朋友都很精明 你看他如果會哭給你看說 吃起來沒有像果凍 他在地上打滾 說這不是果凍 這不是果凍 真的像果凍 我騙人 沒有 我很好奇 就是如果遇到那種 會在地上打滾的小孩 或是說就哭的小孩 就是他吃下去 我就把門打開 讓他一直滾滾滾滾 應該是把他踹出去這樣子對不對 什麼 丟到樓下 對 直接拜託不要這樣對小孩 不會 我很愛小孩 我小孩都會養那麼大 養到大學了 你看 好 我們趕快來介紹 四位小朋友 他除了是我們的小小評審之外 也是我們的小幫手 首先來介紹的是 Gavin Eric 歡迎阿晴 還有Momo 四位可愛的小幫手 待會兒要來幫我們 好可愛 天啊 很可愛 你趕快去生了 趕快生了 要的好可愛 每一個都很可愛 Momo是不是 我覺得每一個都好可愛 每一個都好可愛 好 待會兒他們四位 就要當你們兩個位的小幫手 一人可以兩位 OK 好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很想趕快生小孩 又很會哄小孩的子儀 要先來上場了 今天做的料理是豆豆先生 豆豆先生 豆豆先生有什麼食材呢 我們來看一下Gavin的板子 吐司兩片 四季豆一把 蘑菇十朵 起司絲少許 牛番茄一顆 奶油少許 蛋一顆還有玉米適量 重點是說 小朋友其實基本上 不會排斥四季豆 可是也不會特別喜歡他 如果四季豆處理不好的話 吃起來會有一種塑膠感 對 他的蔬菜跟他本身的嚼勁 是基本上小朋友不太能適應 對 我們大人是很喜歡吃炸四季豆 炸四季豆是最好的 鹹酥雞那邊的 對 因為他可以把多餘的水分逼出來 而且又可以把四季豆本身的臭味去掉 可是你說 乾扁四季豆超好吃的 可是問題是小朋友 吃這些這種高油 高熱還是不太好 對 所以我用的方式 健康的 其實我們四季豆可以先水煮 也可以 我們要先拿食材對不對 對… Eric跟阿祺是你的小幫手 你們兩個知道什麼是四季豆嗎 是綠色的那個 綠色長長的嗎 長長條的喔 對 就像豆子一樣 我還要妳幫我拿 番茄 番茄的罩長怎麼樣嗎 知道 知道喔 還有吐司 好不好 你們可以去幫我拿嗎 好 出發 交給妳們 出發 交給妳們 吐司 吐司 好 還有呢 小心拿 兩個人小心拿 掉了一針了 好 放回去 好 很好 放回去 我們用不到 還有什麼 番茄 好棒喔 兩顆耶 厲害 來… 推回來… 厲害 這麼...這麼壯 好厲害喔 好棒喔 四季豆 有了 有了 番茄 有了 吐司 有了 OK OK 好 我們放在這邊 好 那子儀現在那個食材都有了 你要怎麼做呢 我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用一個這個小容器對不對 對 然後主要是這個吐司 那基本上我們吐司呢 我們可以選薄片那種 OK 然後也可以厚的 就是看小朋友喜歡哪一種 那基本上 如果你用來鋪底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抓它的量 然後 你可以先切 我們先把它對半 切對半 然後我們 因為它這是厚片 對 把它壓扁 我們直接壓扁 那你直接買餅乾不就好了嗎 不一樣 因為餅乾沒有辦法塑形 你要塑形 可是還可以用餅皮 對 如果說 因為像 維哥很會做 就是那種外神麵食 麵食 麵食 其實如果說 小朋友不喜歡吃麵包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餅皮或饅頭去複製 對啊 我怎麼沒想到把蛋餅 弄成一個 一個可愛的樣子 蛋餅其實也很厲害 蛋餅裡面加四季都也不錯 對 然後基本上如果我們是可以做成 四方形的話是最好 OK 但是我不希望小朋友挑食 所以鞭我也不太去 OK 然後我們仔細在這邊有沒有 旁邊這邊畫 切一點點 就是把它 可以讓它放在容器裡面 對 切一點點 壓邊那種感覺 它其實可以折成一個 小花的形狀 是 這個放在前面來這樣子 對 好 有沒有它就是可以這樣 交叉疊起來 像蛋塔這樣 對 放進去 然後它就是它的底座了 有沒有 它這個底座了 好 接下來 來 我們要拿這個四季豆的時候 其實四季豆 基本上它會有一條絲 它會有線 對 所以我們 就是在剝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把這個絲剝掉 對 你真的會做菜 製作單位已經非常貼心的 幫我把絲都弄好 處理好了 好的 我們就用這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對齊 然後就開始切 對 那如果說 小朋友怕生的味道的話 我們可以先水煮過也可以 好的 對 那因為我等一下是要炒的 所以我不太... 然後我們不用切太小 我們就是切成這樣 像豆類一樣有沒有 一顆一顆的 這種感覺就好了 一樣的方法 我們的蘑菇 蘑菇 喜歡吃蘑菇 我跟你講蘑菇配奶油 絕配 它是絕 蘑菇配奶油再炒一點蒜頭 對 絕配 對 是不是 蘑菇我們也不用切太薄 是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切成丁 對 這樣切就是切丁了 就把它切小丁小丁 對 小丁小丁的 你看兩位小朋友看你 很專心的在學 很專心在看 要不要切一塊 不行啦 他們不能用刀 他們現在不能用刀嗎 不行... 那你們知道番茄要怎麼處理嗎 切一半 切一半 很厲害喔 切一半 番茄讓媽媽處理 對 標準來 再切一半 再切一半喔 好 我們再切一半 番茄其實我們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們要做出什麼口感 你可以留心或不留心 那如果留心的話 通常它會比較濕一點 那我先把這個心 稍微去掉一點點 對 我沒有全部去 我還是有留一點 對 有沒有它這個籽這個地方 是水分很多的地方 然後我們用切絞的方式 就是有點滾邊切的方式 去切 然後再把它切成丁狀 博士是不是番茄要炒之後 它的營養神 對 它是前紅素比較容易被吸收 對 比較粗的來 對 那通常的話就是 我覺得子儀這道菜的話 那個蔬菜量真的很夠 對 非常多棒 對 其實我自己平常也不太吃肉 是喔 真的喔 我以為男生都是肉食性的 我以前是 然後我現在就盡量蔬菜吃多一點 養生 我覺得小朋友其實偶爾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設定 比如說一個禮拜 對 我們是吃 一個禮拜裡面有兩天是吃全素的 是 讓自己的身體 就是把你refresh一下 而且我覺得它把這些蔬菜都切成小丁 很好入口 而且都是有甜味的 對 尤其是蘑菇 我覺得它等一下釋放出來的味道 會把那個四季豆的味道蓋掉 是 切成小丁 對 三種了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四種 就是玉米了 四種了 你看我們現在把它放上去 你會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 好漂亮喔 顏色很美 OK 好 接下來就是炒 一開始炒這個料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橄欖油 可是基本上我 我今天想要去一點它的腥味的話 我就會用奶油 用一點奶油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對 然後我們可以用無鹽奶油 有鹽的話我們就要記得 之後料理就不要再加鹽巴 就不要再加鹽 無鹽奶油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調適料 然後奶油放到這邊熱鍋以後 把它鋪底 對 然後稍微一點點就好 然後最後我們就把 料放下去炒 對 順序是四季豆先下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熟 它比較不容易熟 我們先下 然後炒一炒 然後再下羊菇 OK 然後炒一炒 然後最後玉米 玉米下去 然後最後我們下番茄的時候 它就會有水 出水 對 炒到它大概水收汁 對 就代表炒好 四季豆也一定熟了 好的 而且四季豆的腥味也都不見 這樣炒 炒完以後呢 它就會變成 這個 我已經炒好的 有沒有 顏色還是很漂亮 對 顏色還是很漂亮 然後它的水分 也全部都收乾了 對 有沒有 這個 就是我們等一下最主要的料 幫我保管好 好 你們想不想吃 要保管好 好不好 如果家裡有那種 類似鮮奶油 鮮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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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用 牛奶的話比較不適合 因為牛奶水分太多 太稀稀的 可是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然後我們一樣把蛋打進去 可是鮮奶油對 也比較不健康一點點吧 適量 應該還可以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要用的量 少到什麼 就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1比10 我只要一個鮮奶油 因為重點是 你加了鮮奶油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出 像是那種brunch 比較creamy的那種感覺 西式的那種嫩蛋 好 然後就一樣 然後加一點鮮奶油進去 把它攪完以後 然後我們就 一樣要用奶油去熱鍋 它就會很香很香 然後鋪倒上去以後 記得我們火 就是它會呈現邊邊 會有一點小 就是 煎蛋的時候 有一點點出那個型出來以後 我們就要慢慢用筷子 去剝它 對 慢慢拉拉拉拉拉 拉到上面的蛋都還不能熟 我們就要關火了 OK 關火以後 不然會太老 對 然後最後在關火上面 在那個半生的蛋上面 撒一點點起司粉 然後你就可以起鍋了 起鍋以後它就會變這樣 就會有一種 有沒有 起司 然後再加一些生蛋的感覺 起司跟蛋配在一起 超好吃的 我跟你講這個也超好吃 來 Eric幫我們用把蛋 你把蛋放到這裡面 你試試看 好 然後叔叔先弄其他的 我再做一個好了 Eric這樣拿筷子的樣子 好像不是很會用筷子 他在學習當中 慢慢來 不要急 不擔心好不好 OK 小朋友不太會用筷子 好 OK 可以 錯了 那阿綺 阿綺你要不要用它 夾一個 他們兩個很相親相來 對啊 感覺還滿不錯 非常的守秩序 對 阿綺會用喔 會用喔 不錯耶 其實兩個都會用啦 兩個都很厲害 好的 叔叔做一個給你們看 好 這個蛋對不對 我們把它鋪平 鋪在上面 好 鋪底好以後 接著呢 我們上面就要加這個 我們剛剛炒好的這個料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去 這個你們會吧 這個會喔 好 來 我先做好一個 然後等一下你們兩個 幫我完成另外一個 好不好 好 OK 鋪底成功 來 另外一個 然後鋪底成功之後 這樣就好了嗎 最後 最後 加一點起司絲 對 因為起司它其實很重要的是 它是很好的蓋質來源 對 它塑形對不對 對 它塑形 它可以把所有 因為我們主要的料 全部都是散的 對 所以我們只要把起司 鋪上去以後 它可以把所有的料 扒在一起 好 這樣就不會吃的時候 閃得到處一地這樣 那接下來就放進烤箱烤了 對 我們鋪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進烤箱烤 200度的溫度 對 然後我抓大概5分鐘 可是我們還可以觀察 是 就是上面的起司融了沒有 它有沒有一點點小焦香感 因為通常 因為它的料已經都已經熟了 對 所以我們不擔心小朋友吃到生的 了解 對 最主要是烤出來好不好 他們放得很好 他們放得好棒 他們兩個很棒 那再來放這個 就是這樣 烤出來 這是因為方便小朋友吃 因為我們烤的時候 還是要用金屬的這個 然後我們就放在這個玻璃上面 就會變這樣 對 很美 很美 對 感覺就是一個下午後的點心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用當點心 當正餐 這可以當正餐嗎 小朋友這一餐裡面 吃個兩三個 其實都非常的均衡 對 它有碳水化合物 有蛋白質 對 然後還有很多的蔬菜 還有起司 又有很多的鈣 超讚的 了解 妳好棒 小朋友很會放 妳已經放得比楚楚的還好 對 好 阿祺現在跟這個Erik 合力把這個放好之後 我們接下來還可以把這兩個 拿出去烤 那子儀的這個痘痘先生 就完成了 完成了 來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好 接著下來 在旁邊一直人眼旁觀 我們的維銘哥 馬上就要上場了 來看看維銘哥 今天要端出什麼料理 好的 接下來換成是維銘哥 那個外型非常可愛的豬肉 花朵豬肉卷 花朵豬肉卷 怎麼做呢 花朵豬肉卷的做法 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非常漂亮 真進實力 是 首先我要請這個小朋友 跟我一起來看一下食材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食材 花朵豬肉卷的食材 有四季豆一把 紅蘿蔔一根 梅花豬肉片 一盒 海苔片兩片 米酒 米有米酒 米酒少許 醬油少許 水少許跟糖少許 其實食材很簡單 食材非常的簡單 所以家裡面很容易就取得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 小朋友有聽到我的食材對不對 對 那我現在要麻煩你們去幫我拿那個 紅蘿蔔 吃不知道長什麼樣 知道 四季豆 吃不知道長什麼樣 知道 好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了 萌萌 吃不知道豬肉片長什麼樣 知道 那你知道豬長什麼樣子嗎 知道 對 豬就是像這樣 漂亮 頭髮這樣身材很棒 對 不要誤導小孩 豬不是長像我這樣 好 那萌萌你們去幫我拿食材 好不好 好 1 2 3 GO 好 那萌萌你們去幫我拿食材 好不好 好 1 2 3 GO 紅蘿蔔 吃雞豆 她的眼睛好大 萌萌你拿豬肉 你幫一佩姐拿豬肉 豬肉 豬肉給你拿 好 謝謝 小孩子真的好可愛 萌萌的裙子大概 我只能拿來當頭巾 真的耶 小小一個好可愛 好 謝謝 好不好 我們現在胡蘿蔔跟這個 四季豆 好 可以了 謝謝 把車開回去 把車停回去 停 四季豆剛剛子儀已經教過 已經示範給我們看 這個頭尾一定要掐掉 然後把它先拉掉 然後這胡蘿蔔呢 我們現在要把它切得跟這個 四季豆差不多大 所以是切成像一個一個細細的 所以要跟四季豆差不多長 是 所以切條狀嗎 對切條狀 對切條狀 剛剛這胡蘿蔔我們都已經清洗過 是 刀圓真的有點小 紅蘿蔔也是要努力清洗 因為它也是農藥下滿多的對不對 對 可是紅蘿蔔真的很棒 因為它有很多營養素 沒錯 像它很多抗氧化的 BETA胡蘿蔔素 它對眼睛很好 到身體變維生素A 各個年齡層來吃都是很 對 因為對都非常好 對皮膚也非常好 而且台灣的紅蘿蔔很甜 對 其實爸媽要從小訓練小朋友吃紅蘿蔔 對 我覺得不要說自己父母不想吃 就都不給他吃 絕大多數都是因為父母不喜歡 所以就不想煮 沒錯 養成小孩子也偏熟 而且父母一定要紅蘿蔔上桌 然後父母自己不吃 吃吃吃 吃啊 你吃啊 紅蘿蔔很好的 很健康好吃 可是紅蘿蔔一定要用油炒的 對 它比較那個BETA胡蘿蔔素 比較能夠被吸收 對 就跟番茄是一樣的道理 對 莫莫平常在家裡有沒有做菜 媽媽有沒有叫妳做菜 有喔 妳會做什麼 妳會幫忙什麼 我會幫忙切蔥 妳會喔 妳會切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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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超小訓練 她會趕麵皮 還會包水餃 可是日本人是真的會訓練 他們的小孩子 小朋友 對 日本有看很多節目 都是小朋友在那邊做菜 其實現在有 賣小孩子的安全刀 對 賣小孩是違法的 賣小孩 賣小孩子安全刀 安全刀 小孩子可以用的刀 是 好 讓她習慣從小在廚房裡面工作 是 賣小孩 賣小孩是違法 沒錯 備料備好以後 我們就要把這個豬肉 我們現在 然後這個 丟進去燙是吧 四季豆跟胡蘿蔔好了以後 我們要先丟進去汆燙一下 好的 先汆燙 好 記得四季豆要煮熟 胡蘿蔔可以生吃還可以 我們剛剛 文明哥已經在外面先汆燙好了 好 我們剛剛在外面已經穿燙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好 一樣先調裝 大概穿燙一下 紅蘿蔔跟那個 是一個大小的差不多 是 接著下來豬肉 對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了 我們要把它做成一個這個 一個樣子難打去煎 豬肉我們要買豬肉片還是說 買豬五花 豬五花自己切嗎 還是說請 豬五花自己切其實最好 自己最好 對 然後家裡有這個 切那麼薄 不然我們也自己切 不會 不會 很簡單很簡單 真的嗎 不然你也可以去市場選 就是去豬肉攤 你選好你要煮五花以後 你請 請他幫忙吃 照理比較好一點 你要吃 那可以吃嗎 我不知道他這樣可不可以吃 不行 不行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要做菜 等一下 豬肉上面鋪上這個 紙菜或是海苔都可以 對 對 然後這個 包在裡面 對 然後呢 還有 剛好要數五個對不對 等一下做成梅花要五片 對 要五片 然後 就其實有點像捲壽司一樣 把它捲起來 對 條狀 對 像捲壽司這樣 把它捲起來 是 捲成這樣條狀有沒有 然後下面的底部要用這個 牙籤 對 我給鏡頭看 所以就是從這邊 在背後把它固定起來 用牙籤固定 對 用牙籤固定 牙籤固定 好 然後呢 就可以拿去煎了 這個拿去煎呢 我們要煎到這個 整面 大概豬肉整個要煎到這個焦香 我們先倒點這個橄欖油 對 然後等到油鍋熱以後 這個豬肉捲平均的放下去 然後捲到這個 煎到這個豬肉呢 全部都 上色 對 上色都焦香了以後 大概我們就可以放這個 煸一點米酒 然後放一點醬油 如果有烤肉醬的話 也可以放一點烤肉醬 然後一點點鹽 一點點糖 然後再大火收汁 收完汁以後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準備的 很厲害 很厲害 豬肉捲的花朵 不過文靖哥這個的訣竅 還有重點是說 你剛剛在捲的時候 一定要把紅蘿蔔擺在正中間 對不對 你一定要把它捲成這樣 看起來很好看 所以小朋友一看到就覺得 好可愛 像一個梅花這樣子 對 而且感覺上 很小口很小口的壽司有沒有 剛好是一口的大小 我發現如果 如果你把那個紅蘿蔔 擺在外面那一圈 對 然後你用四個四季豆 去把它串起來 會變成熊掌 那是另外一種感覺 會變熊掌 這毛掌也不錯 子儀真的是 新生在聰明的 你趕快去結婚生小孩 我小朋友一看到熊掌 一定會很開心 而且感覺上是捧我 其實是求我說 你怎麼弄梅花 沒有 我梅花很不動 沒有 他是在笑 沒有 你說你這個老人 怎麼會弄梅花 沒有 我是示範一下 我可以做很多花樣 好不好 我至今做過最麻煩的花樣 是清明上禾圖 真的假的 你去拿誰啊 好 那個湖博士 幫我們分析一下 維銘哥做這道料理的 我超喜歡這種概念 因為我覺得就是小朋友 就是光吃肉都不吃蔬菜 然後你把蔬菜捲在肉裡面 他就是一定看到漂亮 然後又好吃 就會把蔬菜跟肉一起吃下去 這是非常好的配菜 他如果旁邊弄個一碗飯 或是再弄一個 譬如說馬鈴薯 它就很均衡 了解 因為又有蛋白質 肉有蛋白質 然後因為它這個就是 其實又缺了竹食 對 澱粉 然後如果旁邊在 對 超米飯 然後有蔬菜類 旁邊在白盤 水果 就很均衡 所以我很喜歡肉加蔬菜 一起烹調的一個概念 了解 我也喜歡這樣 我們可以聊一下 交換個電話 對 研究一下 那個誇張 這個誇張 誇張 好 所以這是維銘哥的料理 那接著下來 子儀跟維銘哥 到底今天誰會勝出 會比較符合小朋友的口味呢 今天子儀做的是 豆豆先生 要PK維銘哥的 豬肉捲的花朵 到底誰會勝出 馬上進行我們的 小小評審時間 好的 今天維銘哥端出的菜是 豬肉捲的花朵 PK上的是 楊子儀的 這個豆豆先生 到底誰會獲勝呢 接下來就是 我們小朋友的試吃時間 那是先吃這個好不好 這個 好 這是紫 對 這是紫 所以你不要吃到紫 好 坐前面點 Eric坐前面點 好 可是這裡有紫 有紫 小心不要吃到紫 因為它叫楊子儀 所以要有一個 所以要有紫 好 你要不要幫MOMO一下 我覺得MOMO好像不太會吃 MOMO很厲害 MOMO可以嗎 你可以 你要不要自己 你要不要拿起來吃 MOMO才4歲 對啊 很厲害 你要不要吃一口會不會 他有 他剛剛要吃一口 阿琪吃得滋滋作響 好吃嗎 MOMOMO是不是連吃都不想吃下去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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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好好吃喔 真的啊 Erica好好吃喔 好吃嗎 好吃 這個應該也很好吃 Gavin好不好吃 Gavin 好吃 通常小朋友吃到起司跟玉米 應該都沒問題 對 起司跟玉米 好 MOMO好吃嗎 MOMO好大口 好吃嗎 好吃 OK 阿琪 阿琪吃了 阿琪餓了很久 對 阿琪多吃點 掉桌上就不要 掉桌上就不要了 掉桌上就不要了 好 OK 好 Erica也有吃了對不對 OK 好 那接下來 等一下還可以繼續吃完 接下來我們吃下一道 吃這個好不好 好 黃的先不要吃了 黃的先不要吃 先吃巧克力色的喔 好 這個... 沒關係... 一個人一個 好 這強喔 你直接用倒的啊 看得好開心喔 直接倒我嘴巴 Gavin直接一口倒我嘴巴 Gavin你直接用倒了 Gavin你餓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這一定中Gavin的口 我以為Gavin太愛吃海苔了 阿琪也是一口吃掉 帥喔 厲害喔 比較喔 這個尺寸真的還不錯喔 這個尺寸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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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厲害 MOMO有吃完嗎 也吃完了 MOMO有吃完了 你們好棒喔 好棒喔 很厲害 好 接著下來就是我們的投票時間 那投票之前要問一下博士 你來幫我們預測 你剛剛兩道都吃了 我吃兩道都很好吃 我都吃了 對 兩道都很好吃 可是我預測 我覺得 好棒喔 好棒喔 很厲害 好 接著下來就是我們的投票時間 那投票之前要問一下博士 你來幫我們預測 你剛剛兩道都吃了 我吃兩道都很好吃 你都吃了 我都吃了 對 兩道都很好吃 可是我預測 我覺得文明哥的那道會贏 真的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剛剛就一口吃下去 那個味道還在嘴巴裡 是 而且它那個真的是 我剛剛去吃了 它那個蔬菜跟豬肉 其實是融合在一起的 真的喔 對 我要吃一口 你們自己可以偷吃嗎 沒有問題 整盤送給你 然後因為為什麼會預測說 他們因為平常 剛剛那個子儀 它那個其實跟披薩的味道 其實很香 非常香 我是覺得說 維銘哥那個他們可能 比較沒吃過 會不會印象比較深刻 我不知道 真的嗎 所以我是自己在猜 如果是我預測的話 我反而會預測 維銘哥會勝出 因為小朋友對於披薩類 跟綜合在一起 上面又有起司跟玉米的 完全抵抗不了 對 所以我覺得子儀應該會 因為他們四位 吃起來的感覺 好像是兩道都很愛 對 就來看看投票的結果 來 Kevin先來 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 妳今天聖誕老人 我都沒有注意到 聖誕老人決定好了嗎 妳要送禮物了喔 右邊的是 剛剛有豬肉的那個卷在一起 然後左邊是很像披薩的那個 好囉 請投票 謝謝Kevin 謝謝評審老師 接下來阿琪換阿琪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她知道 我都看得到 我又沒有蒙眼睛 右邊是豬肉卷 好聰明 左邊是 杜杜先生 好厲害喔 聰明… 好 那妳決定好了嗎 決定了喔 好 她迫不及到要衝出去 脫 脫江的野馬 衝… 衝來了喔 衝來了 漂亮喔 這得一跳 這好可愛 真的 來話Eric Eric 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喔 好 投票… 她們兩位都沒有跑票耶 對 她們兩位都沒有跑票耶 沒有… 自己做 自己做 自己跑場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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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很好吃嗎 好可愛 兩個都很好吃 那妳有決定了 比較喜歡哪一個嗎 有決定了喔 好 那妳自己投 妳自己喜歡的那個好不好 好 請投票 她好可愛喔 好棒喔 所以啦 我都說小朋友 對於 萌萌萌類的抵擋不良 愛鹹鹹跟蛋 對 可是子儀 你剛剛吃了維銘哥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好好吃 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他真的 比較偏大人 對 好想來一 對 你跟我一樣 完全一樣 沒有 我就覺得維銘哥 那個感覺很像是 居酒屋會出現的菜 一定的嘛 很好吃喔 到家裡來喝杯酒 然後弄點這個 是不是 我還可以再做兩道 對不對 好 我趕快就今天晚上了 我今天晚上就想弄一下弄一下 來 約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兩道口味 其實不太一樣 對 像子儀那道是有點甜甜鹹鹹 文明哥是比較大人的口味 對 但是爸爸媽媽 你們就不要排斥四季豆的料理 也許你會覺得說 小朋友吃四季豆很難入口 但是今天子儀跟文明哥 這樣子做這個料理的話 其實都很好入口 而且重點是營養滿分 營養滿分 楊子儀我覺得可以趕快娶了 然後可以趕快生產 我可以嫁了 對 你現在在求婚是不是 怎麼叫女朋友 那要怎麼樣 你如果有男朋友 兩個就無所謂了 對 好啦 今天謝謝我們兩位來賓 也謝謝吳博士 謝謝四位小朋友 謝謝四位小朋友 對 就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謝謝小朋友 謝謝小朋友 謝謝